好,镜头带你回到花莲 花莲港一至一仓库美术馆的维纳斯一郎 今年4月即将是迈入了42岁 为了迎接2022年特别精选台湾艺术家作品 以健康富贵守护成双为主题 制作限量博物馆集的版画 期盼守护大家健康 那么县长徐振卫也随后出席并且点藏一套珍藏 即将在今年迈入42岁的维纳斯一郎 负责人林满金老师特别在年初 前往吉安湘慈慧堂 齐请王母娘娘庇佑 意外获得三圣杯赐予的千王 与此同时为了迎接2022人影虎年 特别以健康富贵守护成双主题 精选台湾擅长寺庙绘画艺术家王爷的作品 制作限量博物馆集版画18套 期盼有园人来珍藏 比如水夫人陈敬夫 他也是顺天防后 他本来就是医疗的守护神 现在什么最重要 健康最重要 有很多朋友今天去打疫苗 所以健康是地球人的首要工作 但是呢 我也看虽然我是文化理 但是我也看一些经济的心理 我觉得我的健康以外需要什么 需要经济薄弱 所以富贵很重要 所以我们另外一位男主角 就是虎禄财省的Number 1 虎财省赵东林 他是负责我们的守护我们的富贵 哈梅人的帅哥 虎禄财省的Number 1 虎财省赵东林 他其实也是寒丹园 然后他骑的是神虎 今年是某年 明年就是虎年 就是棒棒接棒 今年是12年了 所以我的信仰就是文化艺术 可以提供我们正能量 然后呢 这一次呢 特别要做这个 健康富贵守护城镯 从台湾 从太平衡左岸的花莲出花 守护无国剑 限量版画分别是象征健康和财富 守护城的临水夫人 陈静姑与武财神赵公民 临水夫人陈静姑一手持宝剑 一手持牛角 而武财神赵公民则骑虎 手持银鞭 另一手持元宝 也象征虎年接棒牛年的意涵 随后县长徐正伟也前往欣赏 并点藏一套版画收藏 值班更多民众成为青鸟信使 健康富贵守护城霜 记者长邦远华联士报导